要進一步做資料整理 那 我不是很確定就是上捷克最後那個練習題是不是大家都會了這樣子 那今天的第一個練習題 有點承接上個練習題的這個結果 但是他有一點點變化 他的變化是什麼勒 你把這一份dataset讀進來了以後我們先把它讀進來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第五課我把它讀進來 這個讀檔你們應該都要會了對不對 你讀進來之後你會發現這個dataset 之前的資料格式是 假如說問卷1 編號1 那這個人沒有病他就不會在那裡面 然後問卷2就2高血壓2吸乾 以此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現在 我們的這個格式 長成 變成是 問卷編號1 這個人 前三個疾病是什麼 也就是說 這一份資料最多允許三個 疾病 但是這三個疾病 他的 他的這個種類就不一定了 就有什麼什麼都有 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 一樣這樣子的資料是沒辦法分析的 我們希望要把它轉換成 有沒有 C型肝炎 有沒有 C肝 有沒有 什麼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然後變成這樣 True跟False的格式 同樣的 我希望問一下大家 就是 你們覺得 從這裡開始 要到這裡 你覺得有哪些事情是要做的 可不可以 一樣啊 我們就是有加分的機會啦 你們隨便講 哪件事情要做 這樣都可以 有沒有人要發表的 請講 再開個表格 再開個表格 好啊 可不可以再多一點 全部都先填0 好啊 好啊 還有沒有人要講啊 好了 這樣夠加0.5分啦 開個表格嘛 對不對 還有沒有人要講的 來 那個表格形狀要長什麼樣子啊 要幾層幾 問卷編號的什麼 Lens嘛是不是 長度對啊這個 還有勒 寬度是什麼 好 多少DIS 然後加上1嘛 前面要有個ID這樣子 蛤 要先把它怎樣 S Factor 好 很好 可是這邊有三個欄位 你要怎麼轉 這邊有三個欄位 三個欄位出現的任一種疾病都需要用到啊 對不對 要怎麼轉 好想不到了 有沒有同學要回答啊 來他們兩個都各加0.5分啊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來 還有沒有同學要回答啊 這邊有三個 我們想要 我們要得到 所有 所有這個 就是所有的種數嘛 對不對 可是主要說C肝也出現在這裡 也出現在這裡啊 可是絕對是要去重複的嘛 對不對 來 有沒有同學想要發表意見的啊 隨便 都沒有人講啊 都沒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啦 好不好 有一些 我 我等一下提供那個方法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它其實也沒有太難 欸 你們可以再思考一下 就是你們的 函數也沒有幾個啊 你們有想過哪幾個函數 可以組合出這個功能的 好那我們一邊做的時候 你們一邊想啊 好不好 我猜是沒有人想的到了 欸 原來就在這裡 那你看到 我是怎麼做的了嗎 我把 這三個 欄位 它分別是三個向量嘛 對不對 我先把這三個向量再合併 那再 看它的levels 這是不是我就把所有的都抓出來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看這裡看得出來它在做什麼嗎 我先把這三個欄位 這三個欄位分別是什麼 好這是不是有 2 3 4 好我現在把這三個合併 合併完了之後它是不是變成了一個 大向量 那這個大向量 我的關鍵是它出現幾種 類別嘛對不對 幾種類別這個我們非常確定 就是factor跟levels的組合嘛對不對 所以 這樣看起來是可以walk的對不對 可以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我們試一下 欸 這是我們要的嗎 這不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為什麼 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all disease 怎麼被組合成 數字 整數啦 怎麼被組合成整數了 喔原來啊這三個factor 這三個factor它的levels number of levels不一樣了對不對 那 它們的字典順序也不一樣了 所以你要直接這樣合併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這樣直接合併的 為什麼沒有辦法直接合併呢 因為 這個 實際上factor它背後儲存的是1234啊 只有只是有一個字典去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還記不記得有第1節課 還是第2節課講的是說 這個factor它其實本質上是正整數 正整數就自然數的部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只是有一個字典 那今天 你其實想要的不是那個自然數 你想要的是它的文字本身對不對 你現在還沒有想要用字典 你現在想要的是文字本身 然後你想要用文字本身合成一個大項量之後 再去把它編成字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說 既然你已經了解到這件事情了 我們是不是非常清楚 你就先 先把它轉成文字啊 你如果先把它轉成文字 就是 看起來不起眼喔 可是 你要注意這就是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了 你把它轉成文字之後你再把它合併 這個時候我們再看一下all disease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東西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好那這個時候我再把它編成字典 然後取出它的levels 好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東西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所以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你現在在思考 我認為剛剛兩位同學 提的這個idea都非常好 就是 你去建構出你到底去 你要把那個資料做轉換的時候 你的這個 你需要做到的事情是什麼 那有時候你會遇到一個關鍵問題 主要說關鍵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 到底 level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疾病的總數是多少 這個時候你可以思考一下要怎麼做 這個 這一個問題的確是關鍵問題啦 就是跟上 上個傑克的最後一題比起來 這個是個關鍵問題 好那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就是 得到這個之後我們就可以產生新的矩陣了嘛 然後就可以開始填數字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方法啦就是 你剛剛在讀檔的時候啊 你直接 多下一個指令 就 string as factor 等於f 你如果 在下這個指令的時候 你現在看喔 我們如果直接下這個指令 你讀檔的時候 你現在這個 它的class 它就是factor 可是如果你下了這個指令 然後我再問一次class2 它就直接是文字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這個方式 你就不用這三行 也就是說 你在 讀取檔案的時候 你直接就指令它說 如果看到文字 要不要把它轉成factor呢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無論如何我就是得到了這個leveldelic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就得到leveldelice 好 那接著啊 既然我得到leveldelice 下一個部分我就要得到levelsample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行喔 好 好leveldelice我得到了 leveldelice在這對不對 好然後注意件事情 這個leveldelice啊 它第一格是 控格對不對 好這個控格我不想要 所以我要把它去掉 我要怎麼去掉勒 我只要 給它我不要第一個 我不要第一個 我是不是就去掉了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leveldelice是不是就是 剩下就是我乾 我乾淨的這些東西了 這樣可以接受 好接著 那你levelsample怎麼做勒 sample是第一個column嘛 對不對 第二個column是sample 那一樣 你factor之後再level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levelsample 這樣可以齁 好這是全部 當然這邊剛剛好它是按順序去編 就是1到77 但是有時候不是啦 有時候會跳號 所以我不建議你 我建議你還是照規定 規矩來 就先factor 再level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接著你就要產生newdata了嘛 對不對 newdata一樣啊 matrix先填0 然後它的 number of row 跟number of column 這個是我們預先要確定好的 這個很重要喔 就是 你會發現其實 搞了半天你每次在 做資料整理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要先 產生一個新的空的data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以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這個樣子喔 好不好 然後接著 按下run了以後 我們的newdata它是不是就長成這個樣子了 是一個 77x55的一個 大矩陣 好然後我們把columnets填上去 columnets填上去了以後 你看這些是不是 這些地方是不是就被我填上疾病了 然後還有id 然後接著我們把第一個column 全部填上level sample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看一次 它是不是已經被填上去了 好現在我就只剩下填這裡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現在剩下填這裡 好那填這裡 填這裡 我要怎麼填啊 來我們可不可以再 我們可不可以再這個 再開放一下給大家 有沒有其他 不要這兩位同學已經講過了 還有沒有其他人要先講了 我們現在 我們要怎麼填這些 我們要怎麼填這個 有嗎 有其他同學要發表意見嗎 隨便講點什麼都可以啊 還是你們兩個想講 給他講 你說兩層遞回就一格一格看嘛 第一個有沒有IPH有沒有BPH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這樣 兩層遞回 遞回 是個好方法 是個好方法 不過複雜一點 不過沒有關係啦 這是可以接受的 好不好 一樣再加0.5分 反正你等一下再跟助教報 好不好 那實際上 如果 我們先思考一下 就是 有時候你一下子 瞬間要去想 我覺得 有時候我會覺得 同學在解題目的時候 會想的太 你可能會覺得關鍵問題是那個 沒有錯 可是 可是我不建議大家 就是一開始就要先把關鍵問題想好 再下手 大家先想哪些周邊的事情總是要先做 因為 有時候你看到周邊的事情的東西 周邊的那些 東西看到了以後 你就會想到關鍵問題的解法 其實有很多種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首先 你先得做什麼事 你首先先把第一個人的 這個 第一個人的 Desease的狀態把他抓出來吧 對不對 跟上節課一樣 你要先把第一個人的狀態把他抓出來 所以我們I等1 好你發現I等1之後 你現在我們在做什麼 你首先第一個 你鐵定是要對第一個人 第一個Colon做 第一個I 就是第一個人的篩選嘛 對不對 這樣篩選完之後你會看到什麼 你看到的問卷編號 要1還有Desease123對不對 那你發現是不是其實你是第一個不要 後面的我要 是不是 這是我後面的Desease嘛 說我要怎麼做 2到4或者是-1都可以 這樣子我得到的是不是就是這個人的所有疾病的可能性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然後接著勒 接著我要怎麼做勒 你還記不記得有個東西叫percent 上節課我也是用這個方法 前面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前面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Level's disease Level's disease有沒有出現在後面勒 全部都沒有 正常嘛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 好那這一個東西 如果你會的話那你就可以直接填進 你就可以直接填到那個答案裡面啊 答案在什麼 這一個 我要填到哪裡去 是不是就是-1i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1i你現在把它點開來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它現在全部都是0 然後接著我要把它填進去 我這樣填完了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要看一下head 第一個人是不是全部都被我填完了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 你現在重點是你要把左邊的東西填到右邊 你左邊要怎麼產生呢 你可以用percent in percent 剛剛同學可能是忘記這個東西了 上節課有用過 實際上percent in percent真的非常常用 左邊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右邊 這樣懂我的意思 好那 那這個 這個你可以 一次全部填到 填到哪裡去 這個索引要思考一下 i-1 我現在要想它當然是很簡單啊 但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有沒有辦法想到 其實它就填到i-1去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你現在 這個事情做完之後來 我現在希望你們完成這題啦 好不好 我其實到這裡我只剩包回圈才沒做了 對不對 可是 我希望你們從頭到尾想一次啦 就去run過這整個 就是任務這樣子 好那我給大家應該會有 我希望給大家可能20分鐘的時間 可是可能前10分鐘我看一下大家的狀況 如果大家 還是到標的這一步我會再給大家一些提示 好不好 好那我想就是 關鍵是把它包成回圈啦 那 包成回圈 ㄟ 剛剛東西在哪裡 喔在這 ㄟ 喔開太多東西了 好就是 我們現在如果說這個東西已經弄出來 那我們就是把它弄成回圈嘛 對不對 那我剛剛 發現 就是 現在大家應該都會包回圈了 就是回圈的標準格式就是 這樣打嘛 4 小括號大括號 然後i 它要從1到多少勒 它應該要從1 如果你去看的話你應該知道它應該是1到77 至於這個77怎麼來的勒 你是透過觀察這個data來的 就是它有77個raw 對不對 既然它有77個raw你這樣做了以後 自然 你就是你的標準答案了 注意這個77東西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這個lamps level sample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剛剛有好多人啊都是寫這個lamps level disease 就是 就是 看起來會對 因為你如果只看前面的話會對 這樣子的意思 實際上 就是 你沒有做完 這個 這個小錯誤有時候 就是難免會發生啦 因為我剛剛發現 其實我的答案本來也是level sample level disease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有看我的答案 所以被誤導 這樣子 其實 我寫錯了 但是我把它更新過來了 好不好 就是 就是 所以這種錯誤難免啦 那 那個 不過就是 這種錯誤如果發生了以後就是 就是 你的層次其實就有問題嘛 對不對 你搞不好過很久之後才會發現它 因為沒有error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但是 但是就是 我們還是盡量就是 就是 去保持 我們到底是思考 這個回圈到底是1到多少 然後再去 看一下 到底你這邊打是不是對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那我想這個 大概我剛剛看就是大概 有 有在做的都完成了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二節 第二節就真的難了喔 我們來看這個 第二小節我們要做什麼囉 你看我們現在的data是長這樣子的 某某病人 在某個時間點 做了某一個檢測 數值是多少 這個剛剛差很多 條件多了很多 對不對 來再來 某某病人 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做了什麼檢測 答案是多少 那你看這個同樣這個病人 他在 另外一個時間 他又做了一個 同樣的檢測 然後數值是多少 我沒有把它轉換成什麼樣子 來你看喔 某某病人 在某一個 時間點 他的 abumin有沒有測 沒有測 Cretinin有沒有測 有測數值是多少 納離子 Sodiac 多少 Total calcium 多少 沒有測對不對 好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要把上面的data 轉成下面的data 好一樣啊我們要先請各位構思一下轉換流程 那我們先把 我們先這樣講好了我們一樣就是 這個問題困難在哪裡或者關鍵點在哪裡有沒有人要發表意見的啊 你不用提寫法你就講困難在哪裡好了啦 或者你要做什麼所以困難會在哪裡來有沒有人要講講話的啊 等一下你要講話來請講 同一個檢測他做兩次但時間會不一樣 對不對所以他會這樣子 還有沒有其他困難 好沒關係這這這這你們乍看之下就真的很困難 其實困難點很多啦 一樣給他加個0.5分啦 還有沒有學弟要講話的啊 穿迷菜服的人沒有想要加點分啊 你們都這麼害羞嗎 你們不覺得這很難嗎 你們要不要講講這難在哪裡 先判斷他有沒有 有的地方我還要把他塞進樹子 真的是用想就覺得很難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個困難的關鍵你們沒有注意到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到的時候再來說 啊一樣都給他們兩個加0.5分啦好不好 好來來來 有關鍵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現在現在這個剛剛 我們已經發現 轉換資料的標準格式 就是你要先產生一個空的新的資料表嘛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問你們一下 新的資料表的 Number of row是多少 Number of column是多少 好那你要講嗎 來你講就跟你加0.5快點 Number of row是時間 欸等一下你要講嗎 欸等一下你要講嗎 每一個患者不同的時間 如果同個時間有兩個患者那也是兩筆 對不對 欸這怎麼做 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欸不好做對不對 Number of column欸 Number of column欸 講一下嘛 那你要講嗎 你要講嗎 沒有他講太出來你講啊 不用數的啦數不完啦好不好 10個什麼10個你在數什麼東西啊 那麼快很多啊 對TestName嘛對不對 講得很好啦 一樣都 等下自己跟李俊和報說加多少分啊 好不好 我現在已經記不太起來 你們各加了幾分啊 好 這個 TestName這個比較簡單嘛對不對 好關鍵是 關鍵是這裡 對不對 每一個患者 的 都有一個時間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同個時間 有兩個患者 這樣要算兩次 這個麻煩 這個真的麻煩了對不對 就是 患者跟時間的組合 我沒 再也沒辦法用一個簡單的levels 把它 把它全部都抓出來了 把它併在一起 這是個好方法 這是個好方法 你就 你是怎麼併 你告訴我 用哪一個函數 你現在講出來 我給你 這個給你加一分 我們有交過啊 要怎麼併起來 Merge 對啊 我們有交過你可能忘記了 好吧 我們應該有交過PEST這個函數吧 還是我沒有 PEST沒有嗎 因為我同時上好多捷克 我其實不太知道 到底哪一捷克教了 教了什麼語法 這樣子 我再確定一下啦 好不好 不過沒有關係啦 這個 這個 你剛剛的想法很好 那我們就算假設PEST沒有 我們沒有交過PEST 我們還是可以用 不用PEST把這一題做出來 我來給大家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大家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的確沒有辦法 很快的知道 這裡 很快的知道 病患跟時間的阻隔是什麼 可是啊 可是我們 可以一個病患一個病患做 那我們這個病患 我們這個病患有400筆時間 下一個病患有200筆時間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 其實可以啊 那我們把不同病患的DATA準備好了之後 我們要怎麼合併矩陣 這個矩陣其實很好合併啦 用RBY的就可以合併了 因為你就是一直往下貼就好啦 你先貼第一個病人了 再貼第二個病人 再貼第三個病人 就一直往上貼就好了 可是怎麼貼這件事情 我們先不要談 我們先 我們先思考一件事情就好了 總之我們就是要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做 對不對 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做 這是不是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了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你現在思考的問題是 一個回圈解決不了那就用兩個回圈 兩個回圈解決不了就用三個回圈 等一下你們會看到這一題 大概要用三層回圈才有辦法解 這樣懂我意思喔 我現在跟你們講用三層回圈你們就會覺得很嚇人啦 好不好 我們一格一步一步寫下去 然後再一步一步把回圈包 往上包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這一題很關鍵喔 這一題是 就是 這一題就是 你們從 簡單的資料整理到 困難的資料整理的那個 大飛越 就是你們這一題如果 前面是在教你們 熟練的包回圈 而我發現你們基本上都已經 會了 那你們 熟練的會包一個回圈 你們就會熟練的包三個回圈 因為他們 本質上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首先啊 一樣 關鍵Level 那個Level test name這個比較簡單嘛 這個 我先把檔案讀進來啊 好我們先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要注意喔 你在Levels test name的時候 你在Levels test name的時候啊 你可能需要先factor喔 你可能需要先factor 你可能需要先factor 好那現在得到Levels test name這個是重要的東西對不對 好那還有一個事情是重要的 你總是要知道 我現在已經 大概初步想法就是 每個病人我要分開了 可是那我總要知道有幾個病人吧對不對 這個 幾個病人這個跟時間都無關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先知道有幾個病人 Levels patient number 好總共其實也就10個病人 然後這是一個小資料 故意的 因為我希望就是東西是少的 這樣好不好 好來再來 Number of patient 那我這樣就得到Number of patient對不對 Number of patient是10 所以我現在10個病人我要分開做 我分開做產生 不同的 子資料集 那我再把這幾個合併 這樣就好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接著勒 我要做什麼勒 來我們就先 我們就先我們的回圈開頭都是I等於1嘛對不對 I等於1 然後我們要把 這個data屬於第1個病人的把它抓出來 注意我現在都還沒有開矩陣喔 我現在還沒有開矩陣喔 因為我每個病人要分開做 所以我要 抓完這個病人資料 我才要針對這個病人去開矩陣 這樣通過意思嗎 我們來看一下 第1個data的 第1個病人 我們要把第1個病人的data把它抓出來 這個 這是不是就是第1個病人的資料 第1個病人的資料 你會發現是不是有很多NA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啊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喔 這個 剛剛那個data可能還沒洗掉啦 好現在是不是 這裡是不是 喔 不不不 我要看的是這個 好這是不是就是第1個病人的 第1個病人的資料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有了第1個病人的資料之後 下一步 是不是就是要得到他的 Level 時間的數目 但是這個 subset的時間的數目喔 注意是這個subset的時間數目 這樣可以了解而已 好 你現在在做 好可是你這個時候你發現 時間的總數有1532 時間的總數有1532 好你乍看這樣子你不容易看出有問題啦 可是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subset的number of raw 也不過就509 他的 他的時間 時間數目怎麼可能會有1532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來請這樣 同個時間做很多 同個時間做很多不可能啊 他的data 他只有可能會小於等於509 你看這個資料的格式 這個資料格式他 只有可能同個時間有好幾筆啊 他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數字比這個還要大呢 你知道問題出來哪裡了吧 他怎麼可能數字 時間的數目比這個 比我的資料級的這個number of raw還要大 很不可思議啊 來為什麼 來有沒有人有高瞻遠足啊 要可以看出來的 好我想看出來的機會是不高啦 但是因為你們現在把這一串語法 你們現在把Levels跟Lens組合的太直接了 Levels跟Lens現在對你們來講就是總共有幾種東西了對不對 可是我要告訴你們 他並不 實際上他並不是有幾種東西 Levels這個東西是什麼 產生字典 產生字典對不對 那字典是什麼產生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有1532個Levels 這1532個Level是怎麼來的 原來是原來的 那個檔案總共有1532個時間 那他在變成subset的時候 他就繼承了那個時間 這樣你們聽懂我的意思嗎 他繼承了那個時間喔 繼承了那個字典 Factor在變成subset的時候 他需不需要繼承字典 非常需要 你看他是文字 實際上他不是嘛 他實際上是正整數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在下來的時候 他原來的字典必須保留啊 那我現在有個問題 你要怎麼樣毀掉現在的字典 產生新的字典 你是不是 怎麼毀掉字典 毀掉字典很簡單啊 你就是把 subset2 他本來是個Factor嘛 毀掉字典是不是就是 我把它轉成文字 這樣字典是不是被我毀了 字典被我毀了以後 我再把它 產生 新的字典 喔這是不是就是正確的 喔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裡有非常多 就是 你在整理資料的時候啊 我故意 這邊都是故意留下來的 小問題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你在整理資料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 即使是我在做 當然我 我這些東西我都知道了 但是 即使是我現在在教你們 一步一步做的時候 我都還是不會 從頭到尾 一路這樣寫下去我都會一步一步檢查 現在出來的東西是不是我要的 如果不是的話我要怎麼去解決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毀掉字典再回來之後 欸看到了吧 我要先把它 就是先把它轉文字再把它轉 那個 英子 然後取代回本來的 那接著才能做 所以這邊要有一個 這個動作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話 我最後出來的這個 Number of Collected 這樣才是 132 好那有了這個數字之後 有了132 又有了前面的這個 呃 TestName Number of TestName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 Number of TestName為什麼我沒有 Number of TestName這行我沒有複製到 好這樣子 這樣子是不是 我就有這個24 然後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一個新的 大矩陣了 這個新的大矩陣 我們現在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新的大矩陣 先查你這個 submatrix 先填 NA 然後Number of Row 是 N.collectionDate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是說 132 Number of Column呢 N.test加2 注意是加2喔 因為你前兩個column 要填入patient number跟collectionDate 好這樣子的話你的submatrix 是不是就做出來了 第一個column已經被我填完喔 然後他的第一個column要填入 patient number 第1個patient number 注意是第1個patient number喔 這些東西 我現在直接貼語法的時候 然後 你可能都會覺得 很簡單但是你要想到 你要想到其實也沒那麼難 可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想到他 這樣懂我意思嗎 接著 第二個column呢 這個就跟剛剛在填ID的那個樣子很像 我就直接把所有的collectionDate全部都填進去 這樣我的submatrix 是不是已經填好了啊 你看 第一個column跟第二個column是不是已經被我填完了 下一步的關鍵是我現在要 看看 這一個時間 他到底測哪些項目 我首先要先知道測哪些項目我才知道數值多少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要怎麼抓 那一定 現在是submatrix喔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從subdata裡面去找 subdata裡面去找 看我下一步喔 j等於1來subdata 注意我是怎麼貼下來 我是怎麼寫下來的喔 i等於1寫到這裡你發現 i不能再用了 所以我要再產生一個j 對不對 j等於1 subdata 這下的第2個 第2個這個 第2個column 就是時間嘛 對不對 我要變 我要從 這個collectionDate 把它變成subsubdata 這下這個subsubdata 他是不是就是 這個病人的這個時間點 的 所有 檢測數 所有檢測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喔 好那注意件事情喔 這個 passion number 他的回圈 的變數是什麼 i對不對 這個是j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他有測這四種 可是問題 今天的問題是 剛剛 我們到這一步 就是剛剛我們在填 疾病有沒有的時候 我們到這一步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填了 現在問題是 我還要知道 IP 我要把它填到 這裡對不對 那我這個4.3要填在哪裡 我4.3是不是要填在IP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我要填到這裡來對不對 這裡是哪裡 第一個raw 對不對 第一個raw 第幾個column 12345 1234567 8 9 10 11 12 13 13 第13個column 這13是怎麼來的 你的information其實是這個IP這個東西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是不是問IP是 在剛剛的level testnet裡面是第幾個 然後再加2 是不是可以接受吧 那1是怎麼來的 第一個時間點對不對 所以是J變數對不對 這些 這些關聯性我們先搞清楚 J變數的 IP 問IP在哪 然後IP加2 就是這一格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勒 那你的 你的這個數字 你是要填哪個 4.3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先把這一行打好 注意喔 這一行很關鍵喔 不要急 不要急著去寫 先第一個嘛 對不對 第一個變數的第13個位置 等於 subsubdata 裡面的第1個 第1個raw 第4個 column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先把它填進去好不好 填進去了以後我們看我們的submatrix 這裡是不是被我填入4.3了 所以關鍵是 1 13 1 4 這幾個數字我要怎麼取 這個1沒有問題了吧 這個1就是J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了 那這13 13要怎麼取勒 13要怎麼取 應該 大家要記得 有一個函數叫witch witch我到底有沒有教過啊 witch我有教過對不對 witch我有教而且我是第一節課 在副索引那邊我就教他對不對 因為我要教大家用副索引 witch可以幫我們找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用witch ip witchip 那它要出現在哪裡 可以 他等於等於等於雷惡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裡換成這個喔 第一個ROVE 第三個Column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子的話我會得到 我會得到11 當然11加2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當作叫 Position 然後把這個Position填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應該是很簡單的一個過程嘛對不對 好那這個4有沒有必要動 這個4不用動對不對 因為那個Value一定就是第4個Column 這個是不用動的 這個1要不要動 要 而且它是這個數字顯然會不等 每一個人在每個時間點測的項目數目是不等的 所以這裡我看起來我是需要K了對不對 K等於1 好這樣是不是 我是不是就做出來了 寫到這裡為止 基本上你已經拆到了最底層了 現在你有3個變數 3個迴圈輪流包上去 來怎麼包咧 怎麼包來看著 請問一下K K是1到多少 K是1到多少 我們先這樣寫好了 K是不是1到4 K是不是1到4 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是1到4 因為我這邊有4個檢測啊 所以K是不是1到4 既然K是1到4的話 大家先不要急著把4換掉喔 我們先全部執行一次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SubSub Matrix 你看是不是 太不給面子了吧 發生什麼事了我來看一下 喔這裡 這裡是J 這裡是 喔這裡忘了改 這裡要改K OK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這裡忘了改喔 大家看得出來嗎 好我們再執行一次 好看到了嗎 你看4.3 138 7.3 3.7 是不是都被我填進去了 好 所以這個 那這個4我要改成多少 這個4是什麼數字 是不是 SubSubData的NumberOfRaw SubSubSubData 這樣我是不是包起來了 好那現在我要包J回圈 J回圈我要怎麼包 J是多少到多少 J是在跟著什麼跑的 CollectionDate CollectionDate 在跑的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NumberOfCollectionDate 他從第一筆 要做到NumberOfCollectionDate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是跟著時間在跑的嘛 J又可以刪掉了 好你如果這樣做完之後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一個完整的SubMatrix 我們看一下SubMatrix 你看現在SubMatrix 該填的全部都填進去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你這個都填進去之後 那下一個問題是 你現在包I回圈了 可是你包I回圈前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你的SubMatrix 是不是每次都會產生新的 每個病人都要產生新的 所以你要把舊的留下 那我們剛剛已經給大家劇透了 你要用R-Bind對不對 你要一直往下貼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們要怎麼一直往下貼 這個我之前沒有教過 可是我現在來告訴大家要怎麼貼 你可以產生一個FinalData 把它放在I回圈的外面 在最開始的時候 它是RUN 這個我之前沒有教過喔 所以我現在就教新的東西喔 這個論 可以在I回圈執行完的最後 FinalData等於R-Bind FinalData自己跟SubMatrix 我這樣一Bind完之後 這個FinalData 它是不是就是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這兩個箱子 連貼了 那我自己永遠都是自己跟自己 一直往下貼 我就是這樣子我就是自己 然後貼上新的 然後再變成自己 然後這樣我自己是不是會一直長大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樣子我是不是可以把我挨回圈了 挨回圈是多少 I是什麼變數 是不是patient變數 所以是1到N點patient number 可以接受吧 把這個去掉 全部貼起來 貼到這裡來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我的回圈 不是從第一行開始寫的喔 我是全部拆到最下面之後 在油裡面往外面包 這樣可以齁 這就是完整的語法了 我們可以把 我們可以write.csv 然後把FinalData給write出去 好我們現在來把那個Data給大家看一下 好等它看一下 好看到了吧 當然你這個 什麼NA要去掉啊 什麼第一個RAW不要 這個我就沒有去看 你看這是不是全部都被我填上去了 你看我往下拉 是不是每個病人的這個數值都有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有沒有 你們應該覺得蠻神奇的啦 好不好 練習二給你們自己做一下好不好 那練習你們要先把前面做完 然後練習二你們要下載一個新的檔案 這個新的檔案跟前面那個檔案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他前面有個Sex 然後他又有什麼 他又有什麼 有一些Unit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希望你們填的是True跟False 也就是說你們要判斷 131是不是在這個Range裡面 這個有點難喔 你們要想一下 因為除了把剛剛那一部貼過來以後 你們還需要額外做一件事情 你們要先確定131是不是在這個Range裡面 然後如果他只有 上限值沒有下限值 那就是只看上限 那如果他只有下限值沒有上限值 那就只看 有沒有低於他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有點難喔 但你可以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你 首先你要先把 檔案的格式做一定修改啦 好不好就是你要 然後你現在不是只要填他 你只要填 有沒有違反 有沒有異常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要先判斷有沒有異常 好把時間給 好我發現同學可能連上 就是上一個part 沒有練習題那邊 可能都還有點障礙啦 那那個 所以說直接跳這題一定是會比較慢 那我們假設你上題已經完全OK了 那你只是 你只是現在我已經把這個 data改成第二個了 那這是上題的回圈 這是上一個結束的回圈 那你現在要直接改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好不好 你直接在回圈裡面改不行 我們一樣 就是 就是再重新把這個回圈給拆開 大家一定要做這件事情喔 你如果不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在回圈 你在回圈裡面那是非常難 非常難去改的 這樣你懂我意思吧 好再看這樣子喔 然後來k.1 好我們先假設 我們先假設 我們要做的事情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現在到i這裡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首先 你的這個levels test name 他基本上就要換到第四個column 對不對 本來是第三個column 現在換第四個column 所以這裡要改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levels test name 喔這個沒有問題 levels patient number 這個也沒有問題 但人多了很多 這樣可以齁 好然後接著 接著這個抓這個人 大概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column 本來第二個column 是這個 本來第二個column是時間 現在變第三個column是時間 所以可以接受吧 現在變第三個column是時間 得到第三個column時間以後 這個剩下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就是submatrix 剩下這樣子嘛對不對 好來 我們再看一下submatrix 好這個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 j等於1 j等於1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要改3 對不對 得到subsubdata 什麼意思 sex沒有要填進去啊 要填進去也沒有什麼不行啦 但是只是說 為什麼這樣抓不出來 等我一下 現在的subdata長什麼樣子 好然後接著subsubdata 現在的subdata長什麼樣子 我看一下 這個為什麼是NA勒 看一下 不是 好這樣我剛剛可能有 有語法沒有執行乾淨這樣子 好我們到這一步 subsubdata 現在 subsubdata就 欸 太過分了吧 太不給面子了吧 我來看一下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這邊已經加了啊 這樣為什麼不行 原來j現在要等於1啦 我剛剛可能 我就是 我在拆回圈的時候 可能沒有好好 就是沒有一點點執行啊 好這樣到這裡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他就是 我就是抓到這個人的第一筆資料嘛 對不對 好然後 k等於1的時候 這樣子 subsubdata裡面的這個 這個位置要改嘛 這是第四個 這是第五個 所以我這樣 k等於1的時候 我的submatrix 他是可以填到這個數字的 第一個數字是什麼啊 total calcium total calcium在 這裡 好填進去了 9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 那我現在其實是 我不要填9 我要填它有沒有 符合規則 對不對 所以我要看 9是不是大於 這個 然後或者是這個 對不對 好那我可以再 在subsubdata這裡 我可以給他 呃就是 我的做法是 我在這 答案的做法是 我先 把value跟maxvalue把它抓出來 就是我拿到 我先把他的 referencevalue min跟max都拿到 那他的value是 9嘛對不對 然後 minima是 8.6 然後maxima 是 10.2 那如果 maxima跟minima 他是na的話 假設他是na 那我就把minima 改成負無限大 假設他是na 我就把maxima 改成正無限大 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用去面對na的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不用面對na的問題之後 接著我就是 value如果是 大於maxima 大於等於maxima 並且小於等於 大於等於minima 小於等於maxima 那他就可以去填入 我們要的這個結果了 所以我可以把這裡 換成這個 好這樣子的話 我就做完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到這一步我就做完了 然後我可以去打包k回圈 打包j回圈 後面都跟前面一模一樣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這裡你看影感觸了嘛 好 好然後這裡 接著是不是可以把它全部都把它貼起來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第一個colour應該都填完了 第一個roll應該都填完了 好你看是不是 這個納離子是不是 是不是false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納離子是不是 沒有在範圍內 sodium 你看他是不是大於大於這個 這個就是 reference value 好你如果改成這樣子的話 他就更就是 他分析起來又更簡單了 你可以確定他有沒有 超出範圍啊 這個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這個 然後接著j 你要包j回圈 是不是就false j in 1到多少 n.collection date 然後接著就可以包起來了 好然後接著咧 就包i回圈嘛 對不對 來false i 1到多少 n n.passion number 好然後就可以全包了 好 這就是最後的答案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 這個我就不執行了啦 還有注意就是 他他會跑很久 這個會跑很久 所以你可能需要這個pb 這個progression bar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可能需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放到你的那個 把他放到你的那個 程式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 你需要這兩行就是 txtprogression bar 他max是n 然後他 每一次跑的時候 都要有這個 我現在把你 把你加進去給你看 他要放在回圈的外面 然後max是 number of patient number 然後set progression bar 在這裡 最後 好 那我們全部執行一次 就是 他會跑很久 但是你有那個進度條可以看 他看起來他是會跑很久對不對 沒有關係就放了讓他跑沒有關係 好那這就是今天的 今天最後一題的答案 那還有一些時間給大家練習一下 或者大家想吃飯可以去吃 那今天 這一種做法 就是 呃 他的就是你要學習到的是 你必須把每個任務都拆得非常非常細 細到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步驟 也就是 你說第幾個column 那個第一個檔案的第幾個raw 第幾個column 要填入第二個檔案的第幾個raw 第幾個column 你先把他拼上去之後 你再來好好想說 哪一個是跟著i跑的 哪一個是跟著j跑 哪一個是跟著k跑 然後哪一個東西他的條件是什麼 你再把他一行行把它弄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 你就有機會寫成一個這樣子 你看這樣是一個二三十行的語言法 對不對 看你如果一時之間你要 你要從頭規劃到尾 其實是非常難的 可是你如果按照我的想法的話 慢慢這樣寫下去 因為你就會可以各個突破 這樣懂我意思 最後再把它包成回圈 好今天這一題就是給大家一個 就是等於說 呃 就是 給大家一個就是 inspire 這樣子 後面還有比這個更難的喔 好不好 就是 後面到第八課應該 還有比這個更難的 還有更多條件 那我們今天上課的上到這裡